各位潮媒的朋友 我是協會的主席 我是周平 我搞這個論壇 原先也是承接著我協會的宗旨 本來就是有不同的多元化的聲音 無論大家的政治觀念 是有幾個不同 都希望能夠在一個和平理性 而大家不要互相仇視的情況下作出討論 這個是我搞這個協會 我們和一幫會董最終終極的宗旨 我在搞這個論壇之前 可能大家都聽過 那天報紙已經登過出來 我們是轉了場的 是因為之前的商業機構 因為它提出了一些憂慮 也是對你們傳媒的採訪 它們是有這個限制 我們認為未能夠成事 所以我們盡快轉了這個場 轉了來做這個活動 可惜今天由我們由頭到尾 我們是三點鐘開始的論壇到五點鐘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這個論壇從一開始我講我們的規矩 直至到論壇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都要希望這個論壇可以成功地去到五點鐘 但是很不幸地今天是有個別的團體的成員 在論壇中間是做出了很激烈的行為 我對這些行為是表示極度的失望 因為在來的時候我和每一個參加的團體 包括陳建文教授 包括黃之鋒 包括劉翁 包括外國力的團體 包括高達斌先生 外國之聲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是希望大家能夠遵守那個秩序 但是在四點半的時候 有些人士是做了令我們心惡不愧 而導致我們是要腰斬這個項目 為大家的傳媒朋友構成到不變 也為所有的嘉賓構成到不變的 我和我們的會統代表我們的會 向大家致歉 因為我深深自己 我都和大家做一個福功 我想我們的會統都一起起來 和大家說一個福功 我們是對不起 我們沒有想到 完全真的無法控制這個情況 對不起 日後我們搞的論壇要怎樣搞 對於團體的邀請 我們會再三地小心 因為在這件事件中 我相信對於我們一直以來珍惜的 一種大家和平理性的溝通的渠動 是有很大很大的損害 所以我認為無論如何 這次我們對這件事是表示很失望 我們日後要邀請的團體 我們要再三地慎重考慮 今天我們有幾位的會董 阿敬和金文鋒兩位的負責 做主持的 剛才有一些推撞的場面 我相信他們兩位可能有些東西要回應 我把麥克風交給他們兩位 我給阿敬的支持 各位傳媒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青年時節評論緣協會的會董 李梓敬 亦都是今天的大會主持 對於我們這個論壇要腰斬 我們感到非常之遺憾 我們今天這個論壇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講到明 我們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力 是零容忍忍的 但是去到腰斬的時候 我們都留意到 是有外護香港力量的支持者 是對於學民思潮的成員 是的確有一個身體的接觸和工作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 但是一定要去腰斬這次的活動 其實整個事件的發生 就在我們第三部份的台下文革環節的時候 當學民思潮的成員 希望送一個銀色的鎖匙 給外護香港力量的代表 陳靜心的時候 外護香港力量的支持者 和學民思潮以及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開始發生口感 見到細色又開始又不對的時候 我作為主持 立即是去了兩群人群的中間 希望能夠調停和化解他們 讓他們在身體上有任何這麼激烈的衝撞 可惜在另外一邊上 外護香港力量的召集人 陳靜心和其中一名支持者 是站在嘉賓的台上去揮動中國國旗 令到整個場面開始失控 而我們會的主席周浩敬先生 也不得不在這個時候去腰斬這個文化 當我們的團體陸續地離開的時候 學民思潮其中一位成員 Oscar離開的時候 我們是清晰見到 是有其中一位愛國力的支持者 是踢倒他 無論有心或者無心都好 我們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 是零容忍 所以我們感到是非常之失望 而事實上我在調停兩邊的時候 我自己也多次遭受到 我不知道來自哪個方面的身體接觸也好 暴力對待也好 令到我的頭都是被人打了幾次 好像比較硬淺一點所以沒事 OK的 所以我們對這些事件 希望能夠發生 但是這些個別事件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協會 在往後的日子 繼續去舉辦一些論壇 因為我們相信這些論壇 是可以提供一個平安 找到不同的團體 是有一個公平的地方 去發表他們不同的意見 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情況之下 去宣揚他們的理念 多謝 周浩帝會不會以後再搞類似的論壇 你們不會再請外國或是外國之星 或者不會將他們兩邊擺在頭上 我想這次其實剛才都開了命 要講清楚這次似乎是 紳士的一方是外國香港力量 並非是外國之星 我想都要搞清楚這些東西 高達根先生和他的朋友 在會場裏面 我們看到是比較走規矩 沒有什麼行為 你剛才問的問題 問得非常好 我想所以我剛才都回應了 我們非常慈重考慮 我相信這次 都可能只試一次 剛才呢 剛才呢 都有人受傷了 我們現在準備怎麼跟進 會不會再報警追究 會 剛才是同事叫了白車 白車應該就來去 照顧了那位受傷的朋友 因為我們都覺得 應該怎樣也好 他是要有一個適當的治療 剛才叫了白車 至於你說怎樣去 有沒有一個追究的行為 當然我想當事人 就是受傷的那位朋友 這個是他自己的決定 但是對於 郭文思潮有朋友 真的在受傷 我們都很 表示到非常之關心 還有就是 對他來說 真的很好 沒有預計到 完全是真的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希望對他 有一個慰問的情況 周先生 我想解釋一下 指示一次的意思是 日內未必會再請 相關的解釋 可能 還是如果你有這類的論法 會再將兩個牌 放在這裏 我想這樣 其實我的協會的 最終的宗旨 我一開始已經說了 一定要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可以在和平美性的情況下 去溝通 其實這次是因為個別的團體 出現了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將這些團體 日後我們不再要請它 這個可以是我們 解決的方式 但就不可能剝奪了其他一些團體 可能他們 大家如果分得簡單 可能就是泛民和建制的不同的團體 就放在一起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討論 如果你說因為這樣 而導致到 以後都不會再有泛民和建制 去做討論的話 我又覺得 都違反了他們的公典 我們希望怎樣都會有一個 大家不想互相仇視的平台去進行 和而不同是非常之重要 大家有不同的觀念 但是一定要守規矩 這樣去說 這就是我們管理的宗旨 剛才陳志文 我提到說 其實他覺得 見到今天的質疑已經如是 最重要的情況是會發生 其實你們自己支持 會不會有 外國日之前出現 會不會有 最重要的情況 還是你們最重要的 就是要請你們 請回你們最重要的情況 是 我講了一句 我講了一句 多謝你的問題 在搞這個論壇之前 我們整班的會董 的確是有預計過整個情況 我們覺得 在這個流程的進行當中 如果大家有留意 由三點鐘一路 去到四點半 場面是可以控制到的 中間有出現過情況 我有請過一位朋友來場 而情況是上算可以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件事 就是 無論是哪個團體 只要他能夠管住和平理性的觀念 也都是我們香港人一路珍惜的一個觀念 只要他大家能夠拿著這個宗旨 我們容許他在這個場面 去發表他們的想法 只是去到四點三十分的時候 發生了剛才的不愉快的事件 我必定要做一個決定的腰圈 那你會譴責我的論壇嗎 就是他們的口袋 我自己覺得 我只會說我對他們表示非常深厚 我會用這個詞 我有個同事想回應幾句 是我們青年慈禮評論言協會的副主席 陳志豪先生 他有些事想問 我想今天上校的記者 或者出席的朋友 都是感受到 我們在整個過程 我們的協會 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去維持今天這個動盤的秩序 至於剛才有另外一位記者朋友 問我們為何要請 愛護香港的第二位代表來呢 因為我們的會中 只是覺得 無論他的政治光不好 是怎樣 他們也有他們表達他們意見的權利 而且在我們邀約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清晰地跟他們說了 希望他們在整個論壇的過程裏面 無論是陳志豪小姐 還是他的支持者 都好像一個和期 黑帝和理性的一個風氣 是否有其他問題 是否有其他問題 有其他問題 你知道你剛才說 只是看到極度困窄這個情況 如果警方叫你協助 你知道你不會做政 是否有其他問題 因為我剛才是迫而且確實 沒有到有部分暴力事件 或者身體接觸的希望 如果警方是希望我協助任何的調查的話 為了去保護我們今天請來的嘉賓和聯繫 我是非常之樂意去協助警方的工作 或者我都補充幾句 我都是公司的主持人之一 就是這個協會的現在位部長 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混亂的情況出現 其實我自己的手也有少許受傷 但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每一位嘉賓我們都要尊重 其實我見到我們的主持也好 每一位會長也都準備了最大的能力 在這個場地這個場合裏面維持現象 而在最後 我們其實每一位都是保護了每一位嘉賓 安全地離開這個場地 然後才回到這位嘉賓的招待會 所以也都很高興的位置 在藍子城 做得很好 整個在保護整個嘉賓的分別 我簡單回應 我回應多一句 剛才就是說 有記者朋友說 我們有沒有想過情況出現混亂呢? 其實有的 看到我們有不同的通道呢 是帶領不同的嘉賓 在有機會出現混亂的情況 在不同的地方去離開 所以剛才我想回應那個記者 其實我們不是因為他是什麼團體 我們父子都已經說了 我也是血液了他們 來對理性客席去討論的 我準備了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剛才都盡量已經做了 如果沒有其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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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會有其他錯誤 是否會有其他錯誤 剛才我們在教祖前的時候 已經有招過他們 他們都說過還未到 所以 但我們為了不在他們 就算沒有他們的情況下 我們都利用我們自己 來到幫忙的義工 或者來到幫忙的兄弟 去維持那個點綴 3點到4點半的時候 無論是進場 入場 或者是大家安住 在這裡等待那個論壇的進行 都是很順利 很可惜是到4點半的時候 就是發生了問題 只是差半個小時 都沒有辦法要死 你自己認了 那你選擇被人打 誰打 我看不到 因為當時 我在中間那裡 左邊就是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和學民思潮 右邊就是 我們會香港的力量 當時是很混亂的情況下 我的後腦 是被人擊中了五次兩次 那些拉請的船 那些已經 但是 我對於這些暴力的行為 我已經覺得 是感到非常穩困的 你們有哪些公開信訊 才能解放暴力的任何人 在這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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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會董會會 會開一個會 做一個決定 怎樣去再表示這個分析 就是我們這個感受 有記者朋友想問 簡單的來講說 不守規矩 那我就不可以這樣說了 不守規矩 比較激動 令我他們很失望的情形 不守規矩 不守規矩 我不用這麼說了 不守規矩 比較激動 令我很失望的情形 令我失望的情形 令我失望 令我失望的情形 有些人才會留下